大家好,這是PR哥哥 我們常常聽到說男生想要增加床上的性功能呢 就要在健身房裡面把下半身大重量給他練起來 但是這樣子真的有效嗎?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請到我們的泌尿科醫師陳維銘 來幫我們解答各種不同的泌尿科方面的問題 還有包括性能力方面的問題 健身房到底要怎麼練才會有效的方式 那我們就邀請到我們的陳維銘醫師 哈囉大家好,我是陳醫師 你以為深蹲就能夠增加你的性能力了嗎? 我們先來問問看皮大哥哥好了 你覺得真的是在健身房重訓完之後 那個性慾或是性能力真的會大幅的提升嗎? 我覺得每次深蹲完 性慾跟性能力是有大幅上升的 但是每次練完腿回去要用的時候 就會覺得屁股跟腿後會先抽筋 但是我覺得這運動一定能夠提升我們的性能力 但是說一定要練得好跟練得對 才有辦法真的獲得很好的效果 那我前天也有在IG上面有問 大家有沒有對這方面有什麼樣子的疑問 回答是蠻熱烈蠻踴躍的 所以我想這一集呢大家假如有看下去的話 一定是會讓你之後自己上天堂 你的伴侶也可以上天堂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就直接給他看下去 那我們首先先從訓練的地方切入 那陳醫師會怎麼樣建議訓練上面的安排呢? 床上運動當然也是這種有氧運動 所以其實呢只要你的日常的運動表現好的話 床上運動應該不會差到哪裡去 那一般呢我都會建議從三個方面著手 一個就是無氧的訓練 就是所謂的主力訓練 那一個呢就是有氧訓練 因為畢竟我們在活塞運動當中 是要不斷地進行這個來回的運動 這個也算是一種有氧的運動 那再來呢競技型的運動 那這些競技型的運動是可以增加我們的搞固頭 所以大概就從這三個方面 競技型運動包括的像是那種籃球啊那些 對就最好就是那種有勝負的那種 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比如說像是有些運動 比如像是游泳 那個比較像是單人 自己在跟自己對話的一個運動 可能效果就不是那麼好 但是呢如果像是一些排球網球籃球 這種就是要勝負的這種運動呢 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以前我們在國高中的時候 不是籃球場上面大家都在打球對不對 然後旁邊就會坐女生在看男生打球嘛對不對 這時候男生就會產生那種競爭的那種慾望 那這個其實呢在床上的表現也會有幫助的 這其實在健身房裡面也是會有幫助的 看到一個辣妹整個重量跟你的耐力 整個提升10% 20% 而且啊有研究顯示喔 你今天在健身房練那些重量訓練 你的目的是想要提升男性荷爾蒙的話 如果說現場是有異性在場的話 其實呢那個提升男性荷爾蒙的效果會更好 這個我也有看過這個研究 甚至還有另外一個研究是它是說 定期的去更換你的伴侶 你的男性荷爾蒙是會提升比較多的 說在健身房運動還是在床上運動 在床上運動 所以就是競技型的要多做 然後有氧也是要做 然後主力訓練也是要做就對了 但是我覺得這種有氧運動最重要的一個部分就是 你的量要夠 而且強度要夠強 至少它的有氧訓練是能夠維持差不多 45分鐘以上 要有點上氣不接下氣 講話的時候會有一點喘這個樣子 所以以心跳來講大概是 130到140 對 130 140以上 那這邊想請教醫師就是有沒有那種 可以增加男性荷爾蒙的訓練方式 就研究顯示啦 比如說我們在自衛或者是性行為完之後 其實男性荷爾蒙都會有短暫的上升 其實重量訓練也是一樣 就是說你在刺激這個肌肉之後 其實男性荷爾蒙也會有一些短暫的上升 就必須要持續不斷的訓練 它才可以讓我們的這個基礎值 稍微往上提升一點 那如果說我們現在要藉由重量訓練 來增加男性荷爾蒙的話 就是要高強度 然後高容量的這個訓練 那才有可能會讓我們的男性荷爾蒙 增加多一點點 有點像要置之死地的後身 你必須要做得夠強 夠累 重量要夠正 然後休息的時間要夠短 然後阻塑要夠多 你才可以有機會 刺激到你的男性荷爾蒙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大家都覺得說好像深蹲 練下半身的肌肉才會產生男性荷爾蒙 我覺得這也是個錯誤的觀念啦 其實上半身的肌肉也是很重要的 研究會顯示是說 你全身都有練 比上你單純練下半身 其實增加男性荷爾蒙的量是會比較多的 我覺得剛剛醫師有提到兩點啦 第一個就是高容量高強度 那這個可能就是 每次訓練的時候 你一定要確保你的組數跟你的強度 是要夠多 甚至假如你時間是不夠的話 那你可以用超級組複合組 或者是遞減的方式 讓自己比較快速的去達到身體上面的力減 這樣子才會有像你說的 置自己於死地的那種感覺 但是心理上面的壓力 是不是不要太大會比較好 壓力太大也會讓我們身體 會產生所謂的壓力荷爾蒙嗎 就像這個Cortisol這種 所謂的腎上腺皮脂唇 會抑制男性荷爾蒙的效果 對 所以其實適度的調適 比如說你重訓完之後的那個休息 我相信也是蠻重要的 是是是 心理上面的壓力 你一定要想另外一種方式去舒緩 不然壓力荷爾蒙太大 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 其實都會抑制到他們的性荷爾蒙 除了剛才提到的這樣重量訓練 有氧運動跟這個競技型的運動 其實在醫學上面也會建議大家要多到戶外去 因為像戶外我們多看一些藍色啊 或是綠色的東西 其實是有幫助我們紓解我們工作上 或是我們生活上的壓力 因為這個東西都還是會帶到床上去 造成影響 所以要是要有加成的效果的話 其實可以到戶外做競技型運動 甚至到戶外去做愛 都是會有不錯的提升 刺激跟男性荷蒙的效果 戶外做愛會不會當下太刺激了 就是膠感神經過度興奮 要不是硬不起來 要嘛就是會早洩 喔 了解 因人而異 真的因人而異 因為你知道嗎 我之前有一個病人他來找我 然後他就是說 醫生啊醫生啊 我在房間裡面做愛會硬不起來 我說這個問題有點奇怪 他說 所以你在外面就OK嗎 他說對 所以他的問題就是說 他在戶外做愛的時候 他就會表現得很OK 但是在房間裡面沒有觀眾的時候 他就會表現不好 他問我該怎麼辦 我說這好像不是密耀科的範圍了 好像要找心理醫師啊 我覺得這個有點危險你知道嗎 因為他連在戶外做愛不行 他要有被 偷窺的危險的時候 他才會表現得好 這個真的是有點難你知道嗎 這就真的因人而異啊 每個人的那個 心理因素不太一樣 對 而且戶外做愛另外要擔心的是 夏天文字很多 最近登革熱的遊戲 登革熱的問題 了解了解 剛剛醫生還有提到另外一個點就是 男性體內的脂肪 會把荷爾蒙裝成磁基素 所以其實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 運動也可以有效的去控制你的體脂肪比率 那這其實對於整個男性荷爾蒙的提升 跟維持在健康的水面是很重要的 所以飲食加上運動都是非常重要的兩個因素 因為其實研究發現喔 其實你單純把體脂肪降下來 其實對我們在床上的表現就會好很多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那個體脂太高 體型不好看 其實也會影響到男生對自己身體形象的一個自信心 畢竟要把衣服脫掉可能就會擔心 欸我這個會不會太胖 我這個會不會怎麼樣 那這個一樣也會影響到男生在床上的表現 那因為剛剛醫師有提到說會建議 一個禮拜會有做經濟型的運動 優養運動 主力訓練 所以我這邊也有安排 一週三天的主力訓練的訓練課表給大家看 那等一下大家可以到這個時間點去看一下這個課表的分享 那它主要會分成下半身上半身 還有一些功能性的訓練跟體力上面的訓練 所以我覺得對於各位有要提升性功能方面 提升床上表現的人 應該是會有一些幫助 那我想要問一下醫師就是這種訓練 大概是會需要持續多久的一個時間 大概都需要持續四到六個月的時間 所以一定要持之以恆 其實要對性功能有改善 大概就是需要這麼長的時間 那假如已經對於有長期運動習慣的人來講 但是他們的性能力還是有一些障礙的話 通常是哪一個方面出問題 國企的問題 基本上可以分成生理跟心理兩大問題 那男性荷爾蒙只是佔生理的其中一部分 那另外的話就是心理 沒有人會覺得是說 我今天做到一半會軟掉我還信心滿滿 一定會覺得有擔心嘛 那個擔心就會加強你在生理上面的那個不足的部分 像有些他可能就是比較容易緊張的狀況 可能會影響到他的床上的表現 那另外一個就是生理的部分 最常見的一個問題就是血管的問題 因為畢竟陰莖整肢就是血管做的嘛 當這個動脈的血力稍微進到陰莖裡面的量 稍微減少一點點的話呢 其實你的勃起硬度就會稍微變差一點 那如果說你感覺到你硬度稍微變差一點 當你想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哇那就來不及了 就開始就很快就會消風下去 對就會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所以勃起是一個男生整體健康的指標 所以如果說你有一個很好的勃起 那表示說你整體的健康 不管是你的生理心理然後你的血管 基本上都是一個維持健康的狀態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會看一個狀況啦 在夜間勃起 如果說你晚上有勃起 那表示說你這個器官的功能是好的 血管是長通的 皮塔哥哥你最近天天都有乘搏嗎 有詳細的資訊可以看這邊的照片 對但是有些人他沒有乘搏齁 他會覺得很擔心說是不是有問題 這個其實是有點退而求其次的問題 因為基本上我要問的其實是 你有沒有晚上夜間勃起這件事情 可是每個人在睡覺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你有沒有勃起 除非說你剛好半夜醒過來上廁所 發現自己是硬的嘛 所以如果說你晚上起來發現自己也有勃起 那就不用太擔心 那如果說你發現整個晚上都靜悄悄的 早上起來也是軟趴趴 那就會表示出了問題 就是要改善自己的作息 要加強自己的運動跟改善飲食 我覺得這個其實也是我自己每天會觀察的一個東西 因為我在背賽到很後期身體非常疲憊 然後體脂肪非常低的時候 是真的不會有夜間勃起也不會有成果 那個壓力應該是蠻大的一個狀態 對這個時候就是已經知道我是身體的壓力 跟體脂肪已經過低 導致我的勃起的功能已經有障礙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於有在背賽的人 或者是對於你本身沒有那麼健康的人 是一個可以觀察的一個指標 過度的游泳運動或是過度的重量訓練 反而是迫害的 適量的休息還是很重要 那假如已經有勃起的問題是 建議要吃藥嗎 我覺得第一方面就是你還是要稍微檢視一下你的生活作息 比如說是不是很常熬夜 是不是有抽菸 是不是飲食都不夠健康 是不是運動量不足 我覺得還是要早一點就醫 因為很多人補起功能障礙的原因 可能不是那麼的清楚 甚至有些人可能是因為另外一半的關係 那另外一個就是信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有的時候藉由醫生的評估 然後藉由一些藥物的服用 讓你可以適度的恢復自信 所以藥物是不建議網路上面亂買 就是要找醫師會比較好 網路上面買的藥絕對是假藥 因為在台灣是不開放網路藥物的 所以網路上買到藥一定是假的 那剛剛有講到飲食的部分 就是控制你身體的體脂肪在正常的範圍 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想問醫師就是有沒有說吃一些食物 會對於男性荷爾蒙是有幫助的 對於性功能好了 大家坊間目前最流行的大概就兩種 一種就是馬卡 一種就是心嘛 請問一下皮打格你有吃過嗎 有 還蠻多廠商會寄給我吃的 感覺如何 我感覺其實是在提升性慾方面是有幫助 其實這兩種 目前市面上最常用來補充 所謂的男性荷爾蒙 或是增加性能力的這種補充品 在研究上面證據都不是很足 那像皮打格你可能性功能已經是頂峰了 到頂了 所以你覺得吃什麼可能都沒有太大的差別了 SSG 對 所以 自己講 一全超人嘛 比如說像馬卡好了 就是有些研究說有效 有些人覺得是沒效 但他自古以來大概就是說提升心慾 可是心慾這種事情又有點 比較像是主觀的感覺 就是說 你今天覺得欲望比較高一點 這是你的感受問題嘛 那實際上硬度可能對於他的幫助 不見得是有那麼大的效果 那心也是一樣 大家都覺得說缺心會導致這個 男性荷爾蒙不足 的確他是一個動物實驗 他就拿老鼠 然後給他的食物裡面都缺乏心 對 那吃完之後呢 老鼠的男性荷爾蒙會降低 然後補充心之後 男性荷爾蒙就會上來 可是呢 一般我們正常人的飲食 心畢竟是個五個一樣元素 所以要缺乏其實是蠻困難的 所以變成是說 正常的心 你再把它補得更高 會不會再增加男性荷爾蒙 這件事情其實是不知道的 那增加男性荷爾蒙 是不是就可以增加性功能 也不見得有直接的觀點 另外其實 坊間傳說中的食物 有沒有撞揚的效果 問問看皮塔哥哥的意見好了 比如說韭菜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 韭菜可以撞揚 有 那你覺得咧 可以 牡蠣 人參 南瓜 牛棒 山藥 雞斑 雞斑應該不行 應該不行 大蒜 魚油 堅果 幾乎全部都可以了 其實我覺得 這裡面有幾個可能可以的 比如說韭菜 如果你把它歸類成是 深綠色的蔬菜 我覺得可能是可以 就是說你多吃蔬果類的東西 可能是可以增加你的 這個床上的表現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像是魚油 因為它會讓我們的血管 會比較輕一點 所以可能可以 那再來就是堅果 它的油脂也是比較好的 所以會讓我們的血管 比較暢通一點 那其實剛才問的這麼多裡面 我覺得政治率最主的 其實是人參 對 但是人參這個事情 我覺得有點吊詭 這是我個人的意見 雖然說它研究最多 那是因為南韓產人參 對 這是他們重大的一個出口品 所以他們就會做很多研究 來證實它是有各式各樣神奇的效果 人參目前的研究等級是最高的 所以它的效果是最好的 那其中另外剛才提到一個東西 就是山藥 山藥它其實含有一些成分 其實是跟我們的男性荷爾蒙 前驅物是有點類似的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是想要補充 男性荷爾蒙 或許你可以考慮吃一些山藥 來幫助這個男性荷爾蒙增加 那基佛因為它都煮熟了 所以我想效果應該不是到太好 那牡蠣的話 這個是大家常聽到 就是說什麼吃山蠔可以撞一種 但是應該是說 如果在肉類的選擇上面 動物性的蛋白質 你選擇的是像是海鮮類的東西 可能比你選擇像是牛肉 或是豬肉或是羊肉來得好一點 所以簡單來講 單一吃任何上面一種東西 其實幫助不會都太大 對啊如果說你每天都會吃牡蠣 應該就覺得很噁心 其實最推薦大家的還是 盡量是以健康的飲食 那現在最推薦的還是 所謂的地中海飲食 地中海飲食 那地中海飲食就是一個 蔬菜水果全穀物 然後堅果 然後海鮮類為主的一個飲食方法 那另外呢其實還有一些 所謂的治療型的飲食 生酮飲食啦 高蛋白飲食啦 或者是什麼低碳飲食等等 其實研究上面看起來 好像也都會性功能 會有一些幫助 不過我覺得它的重點 可是要擺在 會用這些治療型飲食的人 都是胖的人 所以你只要把你的肥胖 剪下來之後 其實都會有蠻好的效果 接下來這個部分呢 是要來破除大家 在性愛上面的一些迷思 因為陳醫師有說自己是修肝大師 今天就要來幫大家問這個修肝大師 除了修肝之外 也是要修大家的肝 有些人是不是太快射出來也不好 那太慢射出來也不好 那到底這個時間點要怎麼抓 那請問一下皮大可可 你覺得一個叫早屑嘛 一個叫遲屑 那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好 必須要選一個 我想要選遲屑 為什麼 因為早屑的話感覺 對另外一半是不太尊重 可是我覺得不一定耶 因為我也有遇過病人她很早 可是她的女伴就覺得 哇我真的是太性感了 所以女生反而覺得很滿意 你知道嗎 就說我這麼快就可以讓你射精 所以有些女生反而會覺得 嗯很好很好這樣子 那其實我自己在門診我覺得 磁瀉比較慘一點 喔是喔 因為所謂磁瀉的意思是說 她可能連續活塞運動三十分鐘 她都不會有感覺 她連那種舒服的感覺都沒有 她會覺得自己像在做工一樣 治療上面其實也相對困難 比如說像早屑 你很敏感嘛 你有爽到對不對 那如果你今天射了 那休息一下就再來一次 就第二次嘛 所以就是你還是可以繼續開心下去啊 可是磁瀉的原因到目前為止喔 還找不到要到明確運 有一個說法是說 因為在自衛的時候握得太緊 或是動得太快 你沒有辦法在正常的陰道膠的時候 達到那樣的速度 所以呢就會射不出來 那我覺得另外一個是跟緊張焦慮有關係 有些人緊張焦慮她會早屑 有些人緊張焦慮她是會射不出來 沒有一些藥物是來讓你提早射精的 所以我們通常都是用其他藥物的副作用 來看能不能達到提早射精 那我試著治療過 我覺得其實效果都不好 那剛剛醫師有提到遲屑跟早屑 那這個的定義的時間大概是 如果說你是第一次有性經驗就很早 那我們通常會抓在一分鐘以下 那如果說她是本來時間是OK的 那後來隨著年紀大或是什麼狀況之後 時間開始變短了 那如果小於三分鐘 我們就會落在所謂的刺發性早屑這個階段 那如果是遲屑 剛才有提到就是超過三十分鐘 那就是遲屑 所以大部分的人大概都是落在這個 三分鐘以上到三十分鐘之內這個區間 那有研究顯示的話 問了一些性治療師就會發現 最適合的時間大概是三到十三分鐘之間 這是單純活塞運動的時間 不包含前夕和後夕 那接下來想問的是 有粉絲問到說戴套就轉 或者是坐在坐到一半就轉掉 這個應該要怎麼解決會比較好 Peter你每次都會戴套嗎 每次都不會 是會怕會軟掉嗎 不是就是尊重另外一半的想法 就只要另外一半OK就OK的這樣子 這有幾個可能的原因 第一個可能的原因是 尺寸size不合 保險套雖然延展性很強 它畢竟還是有尺寸上面的選擇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真的是比較雄偉的人 那可能要稍微選一下保險套 不要選那種太小太緊會不舒服 那第二個是厚度的問題 因為你戴的套裝它比較厚 所以你的感覺就會變得比較差一點 那當然就有可能會讓你的這個刺激變少 所以就會容易軟掉 那第三個就是說 這個有點心理狀態 當你要戴保險套就是 要嘛就是擔心生小孩嘛 要嘛就是會擔心得到性病 所以這個心理狀態也會有所影響啦 那最後一個是不是表示說 這個人已經有了 輕微的這個性功能障礙 那這個就需要就醫來做一些進一步的檢查 跟評估 那再來呢就是 保險套使用是要全程使用 只要就是勃起到硬度 完全硬了之後呢 就要把保險套戴上去 那你如果說在要軟不軟 要硬不硬的時候呢 就把保險套戴上去 那就有可能會壓迫它 所以讓它勃起不夠充足 那最後一個part是 IG粉絲的提問 就是問最多 我們把它統整下來 那第一題要問的是 尬槍尬太多 在跟女生做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會比較容易射不出來 就是說這要看你在座外前多久尬槍 如果說你在座外前 一到兩個小時就尬過的話 那當然就是後續就可能會比較射不出來嘛 那如果說像有些比較早洩的人 我可能就會建議他 在性行為前兩個小時先打一發 那在實戰的時候 可能那個時間就可以稍微延長一點 第二題是 最近剛觸男畢業覺得自己太敏感 有沒有什麼可以降低敏感度的方式 敏感到底是不是壞事啊 就像我剛才提到 我覺得早洩跟遲洩 遲洩是比較可憐 那遲洩的人就是他完全都沒有感覺 那早洩雖然說時間比較快 但是自己是蠻愉快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把自己搞到就是都沒有感覺 好像是有點可惜的一件事情 是 透過一些適當的練習 比如說一些 凱格爾運動 來增加自己的耐力 你雖然敏感度可能還是一樣 但是你的持久力可能就會變得比較好一點 所以敏感不一定是壞事 要透過其他的方式來增加持久力 第三題這應該是 炫耀題 炫耀題 他說15公分會夠大嗎 多大才算大 女生的陰道是大概七八公分而已 但是他的延展性很強 再大的鳥都裝得下 所以15公分 說大不大說小也沒有到多小 是還好 其實我們都會有一個錯誤的觀念就是 國外的屌好像比較大 但是根據研究分析器發現 其實都差不多啦 大概16公分以上相對是比較少見 那其他大概15公分以下我想就是在正常值之內 如果是小於9公分那相對是比較偏小 那大部分人都是落在這個區間裡面 那最後一題是女生問的 他說男生射在體內 女生是否會容易私密處感染 這個問題的答案是 瘋 為什麼就是精液裡面又沒有細菌 對不對 怎麼會比較容易感染 那其實我覺得比較大的問題 因為年輕的女生他通常在性型環環之後 比較容易會這個密尿道感染的問題 因為女生的尿道只有4公分比較短 所以很容易在這個性型環環當中 就把肛門的細菌就會帶到陰道那邊去 然後就從尿道跑進去 所以我通常都說 這個其實不是男生陰莖沒有洗乾淨的問題 是手沒有洗乾淨的問題 因為男生在那邊手要愛護他都摸吸摸 然後摸到肛門附近 然後就帶了一點這個肛門附近的細菌 又跑去摸陰道弄一弄 那就比較容易 所以應該是手的問題居多 我們今天跟醫師討論完之後 有提供一個參考的菜單來增加床上的表現 但假如你原本就有自己的菜單的話 就繼續練下去也沒問題 那假如你是時間比較趕的話 我們今天剛好是開這個一週三天的 所以我覺得時間不會花到太多 那每一個肌群都會練到至少10組 對於長期的增肌效果跟運動表現都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們第一天的訓練就是以腿部跟核心為主 那深蹲、羅馬尼亞硬舉、臀推、分腿蹲 這些都是很棒的一些下半身的動作 深蹲可以做一組6到8下的大重量訓練 那羅馬尼亞硬舉就是一組8下 臀推的話就是一個很棒的動作 因為你在床上也可以用得到 那我們把它做一組10下 那我可以同時練到腿後跟臀部 然後分腿蹲的話就是一個很累 但是也是很有幫助的一個動作 我們做一組12下 幫式跟登山者這兩個都是幫助你核心跟穩定 還有體力方面都會很有幫助的訓練 所以建議做3組 那第二天的話我們練的是上半身的部分 第一個動作練的是槓鈴胸推 第二個動作練的是啞鈴上胸推 那一樣所有動作假如你動作還不熟悉的話 都是一組做15下就好 然後做熟悉之後再慢慢加重到一組6到8下 那下一個動作是肩推 肩推完之後做側平均 這兩個都是屬於肩膀的動作 那最後我們再用槓鈴滑船跟滑輪下拉 用背部來做結穩 最後一天呢是功能性跟體力的訓練 那第一個要做的是臀橋 第二個動作要做的是公主抱深蹲 這個動作稍微稍微可以對應到 火車便當的這個姿勢 所以我建議大家可以試試看 就是除了下半身之外 也可以同時練到上半身的肌耐力 接下來我們做的是 胸推跟滑船的超級組 而且這兩個也是對床上的動作 有加分的效果 那最後我們要進入到的是核心跟體力 第一個做的一樣是蹬山者 然後第二個做的是瑜伽球棒式 在做瑜伽球棒式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先屈膝 然後只要專注在上半身 手肘用力往球 撐下去 感受到你的核心 還有感受到你前鋸氣再出力就好 那不用把整個身體撐直沒有關係 那最後呢我們用戰神來收尾 這就是一個非常累但是很有效 可以訓練體力跟訓練你的軀幹的 穩定性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一樣是做五組 然後一組做40秒 來幫助你高強度間鞋上面的運動表現 我曾經幫助數千位男性啊 找回幸福啊 提升他們的性能力啊 我就是把我過去這十幾年來 這個臨床的經驗啊 配合科學實證的這個知識呢 把它濃縮在一起 變成這幾堂這個男性圈結方的這個實戰的課程 那希望呢能夠讓大家呢可以學到正確的知識 從日常的生活飲食 然後還有運動呢 來改善提升自己的性能力 我覺得這兩個課程啊 是照顧所有男性跟女性 那剛好他現在還在募資期間 所以要趁這個預購的時候 趕快給他買下去 那我會把所有的優惠資訊 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有需要的不管是男性 或者是想要買給男生朋友的女性們 都可以趕快買下去 然後來學習正確的知識 讓自己的幸福自己掌握 最後就非常感謝陳維銘醫師 提供那麼多有趣有用 一生都有幫助的知識 那也希望這支影片對他有幫助 我們就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 大家掰掰 謝謝大家